舌头是我们品尝食物味道的器官 舌头也是辅助说话的器官 但舌头还是反映身体健康状况的一面重要的镜子 所以今天我想和你讲几个舌头上面的异常的表现 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 如果这其中刚好谈到了你身上的表现 还请不要用今天的内容来进行自我的诊断 因为疾病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正确的事情应该是及时的寻求附近医生的帮助 那么正常的舌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可以照一下镜子 正常的舌头通常是上下左右伸缩翻转 活动自如的 它通常是粉红色或者是淡红色 表面应该是湿润的光滑的 略带有细微的纹路 上面还会覆盖有一层薄薄的 均匀的白色的或者是浅黄色的舌苔 大多数人经历过的舌头上的病变 就属于口腔溃疡的一种了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 差不多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发生过 这通常是在舌头上面呈圆形的 或者是椭圆形的小坑袜 起初可能是黄色的 然后它会变成灰白色 它也会导致偶尔的着痛感或者是疼痛感 尤其是在接触刺激性的食物的时候 但除了这个不舒服 它似乎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麻烦 而且这个小毛病通常它是有自线性的 一到两个礼拜它就会自行的消失了 导致舌头上面出现这种小溃疡的原因有很多 例如有的人免疫力低下 口腔里面的细菌 它侵入了舌头里面的粘膜 引起了感染性的溃疡 女性在月经期前后 或者是有的人精神压力大 导致了激素水平的紊乱 也有可能导致舌头上面出现溃疡 还有的人由于胃食管反流 胃酸进入口腔 刺激舌头上面的粘膜带来溃疡 但更常见的原因还是由于不小心咬伤 烫伤或者是坚硬的食物化伤所带来的 当然营养元素的缺乏也是一个常见的因素 例如维生素B1、B2、B9、B12 再例如维生素C、维生素D 还有矿物质铅和铁 总而言之 如果反复出现口腔溃疡 这可能不是上面提到的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 遗传因素也有可能作用其中 还有许多与之相关的疾病 我们也不能排除 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需要引起注意 找你对医生谈一谈 如果舌头上的溃疡 在几个星期内都无法消失 或者你感觉到舌头上面有新的肿块 那么舌癌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请务必尽快去进行检查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图片 就是一位年轻男性的舌头 上面有一些无大引人注意的小小的溃疡 它舌头里面有一个大的肿块 你再看一下下面的磁工症 你就可以清楚的了解到 舌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肿瘤 但万幸的是 它通过手术切除了这个恶性的肿瘤 而且在一年的随房里面 也没有任何的复发 以及转移的证据出现 通常来说 我们认为引起这样的恶性肿瘤 大部分和抽烟 喝酒 以及嚼槟榔是相关的 但是这名男性 没有这些不良的嗜好 可还有一些其他的危险因素 我们需要引起注意 例如不好的基因 再例如人乳头流病毒 HPV 这是一种可以通过性途径 传播的病毒 它可能会引起口腔 粘膜细胞的异常增生和突变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过度的恐慌 并不是所有的HPV感染 都会导致舌癌 而且我们还拥有疫苗这样一个武器 我们可以通过注射疫苗 来预防某些高微型的HPV感染 减少相关的癌症的风险 第三个我要讲到的舌头的特殊表现 就是格林争 你看一看这个图片 你能够用舌头碰到自己的鼻子 或者是下巴吗 我就做不到 在朋友聚会的时候 这也许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特殊的技能 这可以提高你的人气 因为平均来说 十个人里面 才有一个人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在医学上 格林争不是用来搞笑的 相反 它可能意味着一种严重的遗传性结底组织病 也就是埃勒斯·丹洛斯综合征 有将近一半的这种疾病的患者 可以让舌头做到这一点 这主要是由于基因变异导致的胶原蛋白加工以及结构缺陷 除此之外 他们的皮肤还显得弹性十足 有的人还可以表现出关节的松弛 以及过度的活动 是容易带来关节的不稳定 带来关节的慢性疼痛 关节炎 以及脊柱侧弯的问题 只要是由胶原蛋白参与构建的组织 都是有可能出现不同程度问题的 但是真正影响预期寿命的 主要还是心血管系统受到影响的特殊分型 这可能会带来半膜性的心脏病 动脉破裂等严重的问题 如果你在自己的身上确实看到了一些你担心的症状 请及时的去附近的医院 让医生帮助你诊断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舌头发白的问题 当你照镜子的时候 你应该会注意到舌头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白色涂层 这很正常 如果我们刮一下它或者是刷一下 它也会消失掉一部分 但有的人会发现自己的舌苔变得更白 更厚 这种情况下可能是口腔炼珠菌病 又叫做额口疮 这是一种酵母菌感染 会在舌头上面形成白色的凸起 看起来有点像凝乳或者是干涝 这可能会引起着热以及酸痛的感觉 导致进食以及吞烟困难 如果刮擦这些部分可能会带来少量的出血 当人体免疫功能低下的时候 或者是菌群失调的时候 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患有艾滋病 或者是器官移植之后使用免疫抑制剂 再或者是大量使用激素 或者是大量使用抗生素 有糖的病 但是没有控制好血糖 拖延里面的糖比较多 也为念族菌的繁殖提供了机会 如果你试图擦掉舌头上面的白色的斑块 但是无法擦掉 并且你注意到这个白色的斑块更加的平坦 更加的坚硬 这可能是白斑病 这通常是那些喜欢抽烟 喜欢咀嚼烟草 喝酒 嚼冰囊的人容易碰到的问题 他们舌头的粘膜受到的化学物质的刺激 带来了狡化病变 这是一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这是一种癌前病变 它是有可能发展成磷状细胞癌的 第三种我要讲的舌头发白 称之为口腔扁拼抬血 它可以在舌头上面形成网状 或蜘蛛网状的蕾丝状的白色外观 就是看起来像花边一样 这种疾病的具体机制目前并不是非常的清楚 但大多数专家认为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相信看到这里的时候 你能够体会 光是舌头发白就能够说到这么多种疾病 这其实还没完 所以这充分说明了疾病的复杂性 它需要依托有经验的医生 才能够采取专业化的诊断以及治疗 如果你希望看个图 或者是看一个视频 你就能够了解这一切 这是不现实的 接下来我们再谈几种不同类型的舌炎 先看一看萎缩性舌炎 这种舌头上面的舌乳头 舌苔都看不到了 舌头看起来很光滑红色的 根据这样的外观 医学上把它叫做牛肉舌 光滑舌 或者是镜面舌 患有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人 会出现舌头上的疼痛 以及烧灼样的感受 个别人还会出现味觉功能的下降 严重缺乏维生素B12 可能会带来这样的问题 这常见与严格的素食主义者 还有一些人由于胃酸分泌不足 或者是胃肠道的疾病 可能导致维生素B12的吸收出现问题 如果你有萎缩性舌炎的表现 请及时就医查明问题 下面看到了这个红彤彤的舌头像草莓 对吧 这是由链球菌感染引起的 心红热的典型的症状 当然穿奇病也可能会带来草莓舌的表现 这是一种严重的疾病 通常会导致5岁以下的儿童血管的炎症 这些孩子可能还会出现发烧 红色的皮疹 红色的眼睛 他们的手和脚也会出现肿胀 颈部的淋巴结通常也会肿胀 这样的问题也是需要去及时就医的 接下来我再给你看一下地图蛇 它的最显著的特征是 蛇面上出现了多个不规则的斑块 这些斑块可以是红色的 白色的或者是混合的 它们的形状和大小各不相同 有时它会像大陆或者是像岛屿一样 因此它就得名叫做地图蛇 这些斑块通常也会改变位置和形状 可能会在几天或者是几个礼拜之内发生变化 这种舌头的炎症的具体病因 并不是非常的明确 但是目前医学上认为这种病情是良性的 它不代表口腔癌 但是对这种类型的舌头的炎症 目前也没有明确的治愈性的方法 今天说了这么多 舌头的异常的表现 目的就是为了提醒大家 舌头看起来不正常的情况下 需要及时的就医 有的时候舌头会疼痛 会告诉你问题 但不代表是一个大问题 例如前面提到的 两周就可以自愈的普通的舌头上的溃疡 但是有的时候舌头不痛 它只是有肿块或者是肿胀 再或者是白斑 这个时候反而可能会有大问题 总而言之 舌头也是人体健康状况的外在反应 尽量避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尽量减少抽烟 喝酒 嚼槟榔 以及吃烫食 尽量给人体补充它所需要的足够的营养物质 这可以让你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健康问题 谢谢大家